暑假开始了 有一群住在戏址的同学们 自发性的在暑假期间 关怀独居长辈们 在5号这一天 来到了行动不便的何先生家中 帮忙做清洁工作 何先生说自己行动不便 没有办法打扫 对于孩子们来大扫除 真的是相当感动 而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有一位才小五的小女生 她也一起来做清洁工作 她也表示只要看到长辈一个笑容 她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三位身穿水帆脚 细绍福利中心志工 迎对背心的小朋友 正在打扫阳台 来到细止大同路二段的 这位何先生家中 小微麻痹行动不便的 她坐着轮椅 另外同住的朋友 也行动不太方便 两人根本没办法打扫家里 时间一久 难免空间比较杂乱 轮椅也容易卡卡 不过三位学生来帮忙 一下子变干净 何先生好感动 我们小朋友好好 老老真的很好 帮忙一些整理 我们一些阳台 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不好整理 不会整理 那一下子帮我们整理 哇好干净 好厉害 真的太谢谢了 一开始就是不小心 就跳进去 然后也是一直做到现在 光细子就还有很多 像这样需要帮助的家户 所以你们希望能够 继续加油 像是有一些阿公 他们就是手脚就不能动 然后只能坐轮椅 就是他们家里如果太小 的话坐轮椅也不方便 就会卡来卡去的 我希望因为这个社会上 需要服务的人很多 所以我希望能在这个服务当中 能让自己更多的成长 然后也让他们得到开心 他们是一个自发性 自主性的团体 对那他们不只服务在地的系统 其实他们还会到我们服务的平溪 也就是灵脚里去服务长辈 经过一年的服务 他们在今年就是想要持续的去探访 所以他们每个月就会固定 就是搭着系纸的小巴 就是千里迢迢的到灵脚 去做陪伴长辈 系纸少年福利中心从103年 就开始与在地社服单位合作 社工带着学生关怀独居长辈 居家勤结 还有陪伴老人家 结果也让这些孩子们 有更多服务的心 今年暑假也投入帮忙 其中这位小女生 才小学五年级 透过服务学习 也懂得关怀弱势 向长辈表达关心 就是可以看到阿公阿嬷笑得很开心 然后也就是透过我们帮忙 整理他们家里的环境 也可以让他们行动更方便 不仅对自己家 也会对其他人的长辈更尊敬 至少在平常的时候 搭公车让座位 或者是平常的时候楼梯不方便 就给他扶一下这样子 他们有些手脚不方便 所以我们这些手脚有方便的人就可以帮助他们 然后让他们的环境变得更好 这都是由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自动自发的来成立 然后他们来做服务工作 像今天我们就到我们戏指区的一些长辈 还有行动不方便的声音障碍的伙伴的家里面 来透过我们青少年的能力来协助他们 那我们青少年朋友很可爱 他们只要看到他们一些笑容 把他们的服务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方便 做一些改善 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来说 就是非常大的收获 透过多次服务累积的经验 也唤醒少年们对长辈的关怀之心 也改变与家人的互动关系 将爱化为实质的行动关怀 这场慧林细致采访报道